作詞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件命案令家洋和冰冰的感情得以萌芽 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 冰冰失踪已久的丈夫祖耀突然回乡 而且成为土匪,威胁潘家安危 家洋认出祖耀竟是杀害恩施的兇手 受印见面,家洋被逼开了正义的一枪 多事之秋的潘家麻烦事接踵而来 当家遣这个当家 和碧云旧情服辞之制 又闹出国粮侮辱彦宽的丑闻 他们见面一定会在另一个地方 难道是那里? 彦宽那样眼眨眨眨跑出来 表少母也跟着出来 他们当时一定来到这里 但是你在这里做了谈话 从来没来过这里? 没有,我一直以为这里是放杂物 为什么?三少女身为当家 你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 看来这里真的只有国粮才知道 而且这里很明显有人刻意装修过 这里根本就是表少尊用的 彦宽跟我说过 确实表少每次都约他在这里等 而且每次都是表少先来 彦宽也没所事 不是国粮,是我姨家姐 你怎么知道? 沙亭春雨这幅字画 是十几年前我爸爸的朋友 南海居士送给姨家姐 其实姨家姐也不明白她的意思 她只是觉得她的手指很漂亮 所以专程找人表起座 沙亭春雨倒心空 那是什么意思? 心无一物,什么都不用烦 三少女,今天是燕宽疏起的日子 我还是去玉冰堂看看她 姨家姐,如果你能早点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不会遇到这一劫 是 玉冰姐,我真的没用了 不要,不要怪自己 但是我怕迟早会穿布 行了,放心吧 玉冰姐会帮你想办法 玉冰姐 行了… 我就不信我们玉冰堂 一群姐妹一群姐妹 养不着一个孩子 但是只怕是因为我 连累到玉冰堂的名声 人们是明白事理的 就知道错不在你 错的是表少哥的坏人 是他骗你在先 推卸在任在口 最怕闻人人都这么说道理 好像多坏就好了 现在总连累玉冰姐你 连累大家 人数无过 其实当年我也跟你一样 做错过 现在后悔太迟 什么? 我先头不能思考 因为我觉得很内疚 我不想你… 我不想你回想的时候 会和他一样经历 心偽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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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世 我姐, 原来你有这么多心事 放心吧, 没事 贤峰宁的事都忘了 你放心吧 我当你是女儿 不会被人欺负你的 没事吧 我现在去吧 快去吧 我一定要去吧 我一定要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快点来吧 過一趟时就不好了 你倆怎么没变着衣服呢 吐黑膏 我明明明明放在你的房间 燕芬决定不疏氣 我答應她了 我 为什么呀 什么呀 现在才来反悔? 燕芬, 你不是想嫁人吗 是嗎? 雲姐, 燕歡看中了哪一處好人家 是不是好人家?因著嫁錯郎 你別胡亂聽別人說不疏氣 怎麼可以這麼怡氣的? 各位姐妹 燕歡不疏氣不是因為想嫁人 而是因為他被一個男人騙了 還有他的骨肉 骨肉…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燕歡, 你到底搞什麼? 到底發生什麼事? 真是收嫁 燕歡, 你怪我黑磅我也要說 我們玉冰堂的規矩 如果被男人碰過 不僅不能疏氣, 還不能留在這裡 那玉冰堂真的不能讓 不乾不淨的人留在這裡住 要保住玉冰堂的聲譽 你還是不如搬走 你們有沒有搞錯? 大家不是好姐妹嗎? 現在燕歡有事, 你趕她走? 好, 沒錯, 這時候你趕燕歡走? 我們也是依照玉冰堂的規矩 雲姐, 燕歡是你搞出來的 你也有責任的 等我們還要做餐死 搞了一整天跟她疏氣 是我錯了, 不關雲姐的事 是我錯, 我千選萬選 選了個卑鄙無恥的壞男人 我對不起玉冰堂, 我對不起玉冰堂 玉冰堂, 你不用幫我了 我自己搬走了 玉冰, 你不用走 搞成這樣, 難道你想的嗎? 少女懷春更容易被人騙 我問你們, 自疏之前 有哪一個沒想過要嫁人的? 我們當初, 紫蘇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不想被那壞男人欺負 不用靠男人都可以一人生存 我們說過的, 姐妹同心互相照顧 現在你們不管燕歡 那跟那壞男人有什麼分別? 燕歡給一個男人欺負還不夠? 是不是還要受我們這麼多姐妹的氣? 姐妹有事, 我們不管 是違反了玉冰堂的規矩 我是第一個, 支持燕歡, 你別走 其實只是那些男人壞 如果這個時候真的要燕歡走的話 真的很可憐 雲姐說得對 現在是燕歡帶著肚子 如果趕了出去流離浪蕩 我們的心怎麼會過意得去? 謝謝你們 傻瓜 對不起, 雲姐, 對不起, 冰冰 我做錯事要你們為我擔心 傻瓜, 你不要自責了 最壞是表少爺 雖然我沒有疏氣 但我一樣把你當作是好姐妹 其實我也有錯 我之前不應該叫燕歡下了孩子 現在孩子可以保得住 大家都可以安心了 其實那孩子真的沒罪 燕歡, 你不要再愁眉苦臉了 你看看, 整個玉冰堂的姐妹 這麼關心你, 混仔又疼你 你應該開開心心那天才才對 我知道了 我會好好照顧一個孩子 我也會跟那些姐妹再商量 安排燕歡遊去生活 那燕歡還會不會回私廠? 我想上班, 我想自己賺錢 養大一個孩子 你回私廠也可以 但是你的肚子一天一天這麼大 你要有心理準備 你會聽到很多人說閒話 可能幾惡到的說話也會有 我怕你承受不起 我知道了, 我自己做過的事 自己會去面對 燕歡, 我真的很佩服你 對的, 女人始終應該靠自己 那表少爺那邊呢? 你來打算就這樣算了嗎? 那個壞人立心不承認 潘家又藏紅勢帶一定會包庇他 我們也沒有他負責 反正我們也不想張揚這件事 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燕歡將來如何照顧他的孩子 你看看, 真的沒有疏氣 不是我亂唱他 那真是細風有效 你也算我說 他跟老姑婆住了這麼久 忽然間縮三不疏氣 算我說九成有了 你們閉嘴吧, 幹什麼? 經常幫著他, 他肚子餓嗎? 來… 你們說夠了沒有?整群鬼賴喉 不煎頭不煎, 不要亂說了 我沒分說的 鬼賴喉, 大家都是公友 不用在這裡唱歌, 生氣 我們不會很欺負 做得出就不怕承認 我們潘家村也有條香賴 未成親就大肚了, 將來怎麼見人呢 你說夠了 說吧 小姐, 走吧 燕歡, 不用怕他們 不用管他們 想人不說的 就叫燕歡不要做 回去專心養胎 阿健, 你是讓我跟大少說 你有正經事不做 在這裡只顧著說是非嗎? 你閉嘴吧, 別吃了, 做事 不說了 做事… 別說燕歡話了 初九, 料事在哪裡? 他今天有貨收在絲綢室那裡 小少爺, 我們有事要跟你談 什麼事?你看不到我在做事嗎? 有什麼事, 遲些再說吧 這件事很重要的 請你停手上的工作吧 你什麼身分? 我做什麼, 什麼時候輪到你這個女公分婦? 你對燕歡做過什麼, 你心知肚明 你是不合作的 我們就在這裡跟你說清楚 全部給我出去 阿威, 替我回去絲綢室 拿上個月的入貨紀錄來, 看別人 怎麼樣?有什麼話說? 燕歡有了你的骨肉 你不負責任, 叫他打開不得止 你還找人散播謠言, 唱衰燕歡是不是? 你別胡說, 有什麼證據? 燕歡大肚的事 只有我和雲姐知道 我只知道, 要不是你這個經手人 是唱衰她的話 怎麼會整個絲巢都知道? 我… 燕歡的事, 我只是聽男公說 你們不要借一些依賴到我那裡 打算屈判加錢 我們不是要你的錢 你這些壞事燕歡已經告訴我 你不用在這裡抵賴 我們來跟你說 是要你收回那些謠言 不要這麼賤格 騙完燕歡又在這裡抵毀他 我沒做過, 又怎麼收回呢? 放車謠言的事, 一傳十, 十傳百 傳了開去 人們喜歡說什麼, 我控制不了 你們這些男人, 玩完又不要人 你知不知道燕歡受了多少委屈 以及承受了多少壓力 男歡女愛的事, 比情我冤 要乖就怪他自己笨 那你現在真的承認了吧? 是嗎?你是正人渣 燕歡我為了你欠你, 連命都沒有 害人害物, 你得住報應 你沒以為在這裡抵賴燕歡 就沒人會相信他 你錯了 我們一向可以把這些壞事都說出來 好啊, 這麼厲害 抵賴到整條村都知道 到時候整條潘家村 都知道燕歡是淫娃的褲 專勾引男工 不肯自疏, 還被人搞大了那肚 你獲冰堂出了淫婦 我怕到時候你們焗冰堂的招牌 被人拆下來而已 玉冰堂的名字我不在乎 潘家村的人怎麼看外都不會理 我們玉冰堂的姐妹一定會支持燕歡 沒錯, 老闆和三少爺是個說道理的人 他們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好啊, 你就試試吧 夠膽就罵上潘家 不過燕歡已經被人騙了 弄了一堆花敗樓 還想屈潘家錢 以後一定賤我地底 你說什麼?你這個壞人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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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免得被那個壞人搶著 痛腳說你打他 燕歡說得沒錯, 你真卑鄙無恥 我是這麼無恥的 當初就不要對我拋眉眼 所有事都是理情我願 現在是他自己拿來壞掉的 你這樣叫威脅我? 別這麼說, 所有事都是理情我願 現在是你自己拿來壞掉的 小少爺, 發生什麼事? 要不要通知我什麼事? 沒事, 我上次到處走走 梓靖, 燕歡她怎麼樣? 看了她的玉冰堂, 姐妹看著她 她沒事就好了 別人這麼說, 怎麼會沒事? 你們的男人一個二個都是這樣 狗狗怎麼出帳牙? 不關我的事, 是阿傑他們說而已 我根本就不相信燕歡是這種人 你相信我吧 我相信你, 你信不信我? 我的姐妹要我還錢 你先祭著五元給我吧 可以借的, 之前我已經借給你了 三元, 一元吧 我的工錢又不多 行了, 算了 四少爺, 你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可能天天太曬了, 有點暈眩 你幫我去拿藥酒過來 我找個陰涼的地方坐就行了 四少爺, 你自己小心點 梓晴 四少爺, 對不起 我不小心弄點快捕, 我沒心, 對不起 不要緊, 是不是天天太曬了, 你的暈眩嗎 不是, 我自己有些事煩而已 你有什麼煩?不如告訴我吧 我爸爸被人誣蔑, 拉去坐花廳 如果沒錢相通的話, 他會被人打罰 你先別這樣吧 其實這也是我的家事 我不應該煩你 我自己想辦法就行了 我不煩你了, 四少爺 不是, 誰吃? 我告訴你, 你在外面怎麼玩, 我不管 總之不要把蘇州紙回來就行了 但是你在這裡吃, 這裡吃 好玩嗎?玩自己私藏的女工 還有肉冰糖的人, 你吃了你 是他在發行發燈, 療我先的 你現在說什麼也沒用 老姑婆不會就這樣罷休 老姑娘, 如果這件事讓我大哥知道 你不用知道, 留在永泰龍 二長, 不是這麼大件事 我們剛剛才搞擴充私藏的事 你就搞個大頭罰出來, 我真是麻煩你 我求你, 不要再傳什麼謠言 不要再惹麻煩給我 但是他們說明會罵上潘家 我打算弄大件事 我不可以被這件事燒到身上 這樣吧, 我找個藉口 讓你盡快上佛山 搞開新廠的時候, 暫時避開風頭 還有, 還有, 這兩天別過去思藏那邊 免得跟我的女工碰口碰臉, 知道了嗎? 我知道該怎麼做的, 吃得了 吃得了, 吃得了 吃得了, 吃得了 四弟, 你幹什麼? 三哥 剛才吃飯的時候, 看你沒來精神 你是不是不舒服? 三哥 佳蓉, 你也來了嗎? 是 大哥 大哥, 卡昇, 你什麼事? 今早見你很好的 我和你三哥出去談完生意之後 你整個都變了 對了, 到底在哪裡不舒服? 我沒有不舒服 其實今天私囚廠發生了一件事 什麼事? 今天我看到表哥 不斷被雲姐和冰冰罵 說他騙了一個女工叫燕芳的感情 還搞探了他的肚子 表哥不承認, 還罵他回頭 真是假的 大哥, 如果國良真的做了這種禽獸行為 我們不能顧惜他 如果國良真的這樣做, 真是太過分 你放心, 我會查清楚 你就是因為聽到這件事 所以覺得很不舒服 我看到表哥不斷罵雲姐 他們還說了很多話 我看著那個情景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腦裡突然閃過 沒有, 表哥和二家姐吵架的記憶 你別以為跟我傷口 你就可以互助往來, 穿季統帝 我最討厭人家, 要說我很適合 搞我們絲囚廠 你說我穿季統帝 一個月前, 你替我蓋住單位的時候 那張單位, 你自己也有簽名作實 你以為我這裡做當家的 不懂得把單位留下來 你那些所有證據 我已經藏在其他地方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我很肯定我不是做夢 我應該曾經見過他們吵架的 好, 家平, 你試試再想 想想是何時和在哪裡見過他們吵架 我有很努力地曾經想過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 好, 不用了, 家平 你現在試試再細心一點, 仔細一點 如果你想起什麼 三哥馬上幫你拿筆記起它 你這樣有可能可以記起全部的東西 知道嗎? 怎麼樣?想到嗎? 我真的想不到, 我頭很痛 行了…那不要想 否則現在養了身體更麻煩 加油, 別逼他了 當然, 你不要點 小弟, 現在什麼都不要想 放鬆心情 其實你今天完全沒有好多 我很有信心, 你一定會記起所有的東西 現在你最重要是精神爽利 其他事自己也算吧 加油, 我們別妨礙他了 早點休息吧 剛才嘉昇說的東西, 大哥, 你一定要記住 千萬不要跟任何人說 你不想郭良和艷寬的事讓其他人知道 其實是我懷疑二姐姐的死和郭良是有關的 你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二姐姐不是自殺 我一直都在暗調查這件事 原來現在就跟郭良…她有詩情 剛才我聽完四弟這麼說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郭良 她為了隱瞞事實, 所以殺人沒頭 巧兒跟郭良有詩情 我一直在私藥廠對他們做事 對, 我完全不覺得他們有事 你知道二姐姐心思很細密 怎麼會這麼容易讓你們知道 那為什麼你查到你不告訴我 爸爸媽媽已經不小了 我不想嚇到他們, 不想我們擔心 而且我又沒有一陣紅實腳 所以我才不想說 但是現在四弟, 我好像慢慢記多些東西 但最可惜的就是剛才 他就是記不到到底他在哪裡 看到二姐姐跟郭良邁交 這件事很關鍵 三弟 我想我們不要再逼假聲 還有你 我一直以為你對私囚阻礙的事不文不文 完全不上心 原來一直過來查巧兒的死因 不過其實冰冰也幫了很多忙 怪不得外面這麼多閒言閒語 他說你們有私情 冰冰跟二姐姐感情很好 她一直都很佩服二姐姐 她也很感謝二姐姐 生前曾經提携過去 她很想幫二姐姐找回個真空 對了, 大哥 這次的練習 我一定要很仔細安排 但是不可以打草驚蛇 只要我能夠守齊證據 我就會止止證國 明白, 我會照你吩咐做 我也想巧兒的死可以水落水出 這個表少爺一定經常利用這種關係 為穿鬼統帝 二姐姐覺得她貪得無厭 所以拿著她的證據, 要她付錢 她沒有錢還, 所以殺人未厚 二姐姐和姑娘真是有私情 這個表少爺簡直不是人 經常利用感情去取便宜 先是二小姐, 接著又是艷歡 而且還是殺人犯 對了, 我聽聞二老爺好像要安排她佛山 如果她走了, 那就很麻煩 現在我是大當監, 何時到她說走就走 那我有什麼可以幫你? 你找機會幫我跟她佣歡打聽一下口風 他們倆曾經在一起 我想她不多不少都會知道的事 她最近聽了這麼多是非 我也很擔心她, 我晚點會去看看她 一個女孩子聽了這麼多冷言冷言 讓人知道怎麼樣, 一定很難受 我們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她 我明白了, 正所謂人言可惠 尤其是潘家村 拜託你們倆, 走路都閃閃閃閃閃閃閃 人家看到, 沒什麼都說有事 什麼?那艷歡這件事不僅是絲綢廠 整條潘家村的人都在說 一看到玉冰堂的人就在這裡指指點點 是呀, 你那些話都在這裡說好了 艷歡這幾天經常躲在房間裡哭 看見也替她難過 村長, 現在只是幾句閒言閒語而已 這樣對艷歡很不公平 卑雲, 我想知道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你們玉冰堂怎麼處理? 自喪明智, 守身如玉 是玉冰堂的祖墳 我絕對不會容許一個相鋒敗德的女子 留在玉冰堂 既然艷歡是我們玉冰堂的人 亦是我一手養大的 他什麼事都好 都由我閃閃雲負責及了沒有? 好, 說話是由你說的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我一定執行香禮 將艷歡拉去祠堂攻審 從你的墨像看來 阿薇, 你思慮過多, 心情鬱悶 我回醫館收拾幾針 凌晨滴煙茶給你 你真的不要想太多了 既然要生孩子出來 就要專心養胎 私藏也不要再回來了 聽到了嗎? 就是外面那些村民這樣說 現在還連累賣魂姐 和玉冰堂的姐姐 那頭叫你不要想太多 你這頭在哭嘴巴 對了, 不要哭了 這樣對孩子沒益的 每天都是怪我自己笨 想買這種壞人 那天明明在絲綢廠辦公室 看到他鬼鬼祟祟 但是竟然還被他的甜言蜜語騙倒 你曾經見過表少爺做壞事嗎 那天我去辦公室 打算撿回一條手巾 誰知看到他在那裡賺帳簿 他說計錯了些數 我怕被二老闆發現會立 私底下改證回來就沒問題 還叫我跟他保守秘密 我看到他這麼慘, 我就答應他 我真的沒想過 他會這樣慢慢哄我落達 最後弄成現在這樣 你這個壞人的事不要再提了 現在後悔也太遲 總之他的事, 你以後也不要再理 燕芳說當日看到表少爺 在辦公室裡購買帳簿 當初一定有不妥 或者就是我們要找的東西 有發現嗎? 有什麼分別? 這一頁, 很明顯新正過這一頁 那些脈好像新寫上去 這條線這麼新鮮, 好像是重新拆過 再裝上去的 很明顯, 原本的這一頁被換走了 難道這一頁就是表少爺改正那一頁 那這一頁他拿去哪裡? 一定被他毀滅了 我認識他百物一疏 現在可以肯定 二月初八一定有事發生 二月初八表示若合適染料 通常是放在最北面那裡 但是一年才能用一次 平時根本用不著 因為這個客人是新會的 一年才訂一次貨 還指定要漲紙色 或者貨是用引渡的 大少爺, 都在這兒了 是呀, 這筆驗料還不是經常有貨 但很奇怪 表少爺知道有貨 就一定會在擺倉那裡 平時根本用不著那麼多 但用不著那麼多才沒人理會 你這麼輕鬆嗎? 大少爺, 什麼? 好, 奇怪了 明明有十二箱, 但有六箱都是空 三表哥, 我知道佛山那裡 有個行家叫鵬老闆 在德國那裡引入了一批最新的蘇斯基 我打算找一天約他出來取經 如果我們的新廠房 可以用到這批新機器的話 對我們永泰龍的生產效率大有幫助 做足準備功夫 國良, 你這次去做開荒牛會很辛苦 不過儀長知道你行的 總之你去到那邊 收心養性, 用心做好一點 我知道了 好呀, 收心養性好 國良, 你說的那個彭老闆我都認識 他的機械圖解, 我也有在 我看過了, 是一個新發明 而且他蘇斯基的速度 比我們用的起碼兩倍以上 是, 但是很可惜 我又收到軍部的資源 其實在佛山那邊的發電量根本不夠 只能僅僅提供給我們軍部使用 民用的, 工廠生產的 在一年之內都不會超越我們順德 沒電就什麼都不能動了 所以二叔, 我們的新廠房計劃要各自 什麼? 我已經虧了爸爸了 各自? 但是我們之前投放了很多金錢 如果現在才放棄, 我們會虧很多 那是無理心談, 難道越踩越深嗎? 這件事二叔你之前教過我的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 可以不用新機器, 用傳統那種也可以 在佛山開一間新廠 有些人叫做編場莫及的 二叔, 是 我跟你學習是不是學得很快? 年輕無畏 家陽, 我想不到你對佛山的時工 掌握得這麼透徹 既然這樣就知道你的意思了 二長, 要不要向二伯父再請示一下 當然不用, 家陽是當家 那他拿著就行了 謝謝二叔 照四弟所說 巧兒是知道郭良穿過的兄弟 所以郭良才會殺了二姐姐 如果二姐姐真的有證據的話 以她的性格 一定會藏在很秘密的地方 郭良一定找到 之前你說找過二小姐的房間和辦公室 都找不到什麼 那就是說還有其他地方 那會藏在哪裡呢? 會不會是他們優惠的地方呢? 但是這麼秘密也很難問 要安全, 不一定要緣 分分鐘就在私囚堂 只要我們盡快找到證據 就受不了這個郭良抵賴 千萬不能讓她先找到證據 巧兒到底藏在哪裡? 不讓我 二小姐, 姑爺說跟方老闆談生意 今晚不回來施酬闖 平日工作又不見她那麼積極 這些時候又那麼勤奮 我說她根本就是想喝花酒 真難以為不上餅 好嗎? 別管我 對不起, 二小姐 都說叫你回去, 別管我 這條手筋這麼純粹? 對, 我小時候經常砸砸傷 有一次還碰穿了我的頭 幸好那時候你在這裡 還幫我包紮的傷口 這條手筋你弄到現在嗎? 你不說這件事, 我差點忘記了 話說回來, 你小時候挺白眼的 自從爸爸媽媽走了 我來到這裡投靠熱獎的時候 二小姐已經像姐姐一樣照顧我 你是我的表弟嘛 畢竟都是我的親戚 我怎麼沒人照顧你呢? 那時候, 我可以說得上是沒什麼好 這條手筋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我藏了它這麼久 一旦不開心, 我就會拿出來 心裡就會靜了很多 雖然我知道我這樣做是不對 我不應該癡心妄想 但是這幾年, 我對你真的念念不忘 巧兒, 你有沒有想過 或者我們可以… 柯娘, 你知道自己在這裡說什麼嗎? 柯娘 你在這裡亂說什麼? 我一直都放你在我心裡 我不敢, 也沒機會跟你說 我平時對你是怎樣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 柯娘, 難道你看不出我對你是真心嗎 我不知道, 平時除了做事 我從來都沒有正視過你 我之前提醒你, 是因為覺得你能做事 你馬上走 今晚發生的事, 我當沒發生過 我也不會跟爸爸、熱叔說 你別再胡鬧 好, 巧兒, 你清醒了 你自己都會說 姑爺在外面用你的錢來玩女人 她藏了多少個女人, 你知不知道 多得你不相信 這些事, 你知道, 我知道 說不定我兒章, 你爸爸 甚至乎整個潘家都知道 人在背後, 掩著半邊嘴笑你 你又知不知道 巧兒, 我心疼你 你和這個入罪男人在一起 他有沒有珍惜你 我疼你, 可惡你 你覺得你這樣滿足嗎 你們根本就不幸福 保證根本就背不起你 為何你還要拒絕我 繼續委屈你自己這麼傻 你閉嘴, 我很晚不需要你 我和姑爺之間的甘情 你更加沒資格理 我和姑爺之間的甘情 可以吧 我找你去的不客氣 我叫你去的不客氣 我不能, 不客氣 我叫你去的不客氣 放手, 過來放手 多多花樣, 這是什麼? 很漂亮, 花紋這麼複雜 但看上去還有立體感 跟我們傳統的切瘦完全不同 這條是法國最時髦的蹄花跡 是用特別的機器編織而成 託保每一條絲巾的投案 不會有任何參差 外國的機器越來越發財 其實我們要守着絲綢這一項 看來越來越艱難了 你這麼聰明, 怕什麼? 我們可以研究一下 參考一下他們怎麼做 口甜笑話 不過我對你很有信心 終有一天你一定會出人頭地 有件事我想給你 這兩條鑰匙只有你和我有 這裡雖然是絲綢廠 但是比較偏僻, 平時沒人來 以後我們倆就在這間商會 這六箱是誰? 這六箱染料 本來就應該是永太郎的貨倉庫 要不是因為我偷偷地跟著你 我也真想不到你居然不穿櫃桶底 你怎麼這麼做? 我以為我這麼順利 把所有染料的數都給你管 你竟然做出什麼? 考兒, 你聽我解釋吧 還有什麼解釋?有單有據 這批染料本來有十多箱 今天我去貨倉公園看, 只有六箱 因為連過那六箱 被你搬來這裡 我知道你怎麼想 你打算暗碟賣掉它 收了些錢就自己當下袋 到要用的時候 你才填分不數, 是不是? 考兒, 是我不對 考兒, 我在守著才會這樣做 我打算一有錢就會補給絲綢廠 我不是有心欺騙你的 你別再說這麼多話 馬上給我判回你陸商去貨倉 考兒, 我已經收了人的錢 要立刻交貨 如果交不了貨的話 你叫我找什麼賠給人 這是你的事 你做之前沒想清楚嗎? 總之告訴你 如果你填不上這批帳的話 別怪我母情說 不要, 考兒, 是我不對 馬上, 你知道我的心 一直都是向著你的 我知道 之前我幫你包紮傷口的小手筋 你早就等了 你還好意思 你說什麼? 你對我連連不亡 我是你最心痛、最心愛的女人 這些痛都是假的 你對我假情嘉義 想黏在我身邊 博取我的信任 然後你就可以上下其手妹妹進送 是不是? 你誤會了, 考兒 我有什麼誤會? 你告訴我我還有什麼誤會? 你是不是想繼續偷我? 繼續騙我? 我告訴你, 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在雷組彈之前 你可替我填分不數 要不是我說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還有你聽著 你當日可以兩手空空來到我們潘家 今天我一樣有辦法 令你兩手空空離開這裡 三表哥是否發現我有什麼不同 所以才故意不讓我離開這裡 好, 走 走 黃火燒在這裡 豈不是一了八了, 不用煩 小少爺, 閉嘴吧 真的打算一把火燒在這裡 鬼施滅跡 你們為什麼會在這裡? 三表哥, 你說什麼防火燒的? 你心知肚明 你穿過桂島看這單據 我現在真的沒有藏在這裡 我們知道你每天三點 都會曬場巡視 所以特地報告讓你聽到 要怪怪自己身有事吧 我也不明白你說什麼 我只是剛好經過這裡 看到門虛染 一時好奇, 走過來看看 你還說謊話? 我們跟著你 叫你鬼鬼輸到這裡 道門虛染 看著你用自己的鑰匙海盜門進來 你怕我們找到 你穿過桂島的單據 還有, 你怕讓我們知道 我現在一直包庇著你 所以打算一把火燒光所有證據 我真的越聽越不明白 二小姐又怎麼包庇我? 你不明白嗎? 那我告訴你 你跟我現在姐 一直有不可顧人的關係 說, 是不是你殺她 我想lette 我去拒絕 你喜歡? 來吧 行 你親手 Friday 你親手 你給背景 愿海中出桑田 遗留下我的心不悔变